最近在广西南宁有一名12岁的男孩也想不开要跳楼 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 说这孩子在与家人发生矛盾之后 独自爬到了34楼楼顶围墙上准备跳楼轻生 情况十分危险 接警之后正在路面巡逻防控的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民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后看到 这名男孩正站在顶楼外面的一个小平台上 周围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 由于当时孩子的情绪很激动 民警并没有贸然实施救援 民警在跟孩子的母亲商量了救援方案后 让母亲先上去抓住了孩子 随后民警消防员从后面将孩子给一把拽了下来 民警经询问得知 男孩之所以有跳楼的举动可能跟家庭矛盾有关 原来孩子的父母在家经常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 有几次还打到出血受伤 这些激烈的矛盾让孩子不止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 孩子被救下后 民警苦心劝说孩子做事不要冲动 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 要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孩子的健康成长 离不开一个和谐温暖的家庭 母亲户成长